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一個朋友每次跟親戚吃飯 都總會看著她的老闆 不過就不是說壞話 而是讚她老闆有多好 例如她會輸磚降貴幫女同事拿重東西 亦都會很虛心接入下屬的意見 最重要就是他很疼愛和支持下屬 為他們爭取很多福利 不單止我的朋友 他說全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這麼喜歡他的 雖然我不認識這位老闆 但是聽我朋友說得多 我都覺得這位老闆做人很成功 得到很多下屬的愛戴和尊重 也都令我突然想起 《道德經》第66章裏面的一段說話 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和者 以其善下之 故能為百谷和 是以聖人欲上文 必以言下之 欲先文 必以身後之 意思是江海之所以能夠成為百川匯流之處 就是因為他懂得處於卑下的地方 而聖人能夠做到領導人 就是他們謙虛待人 時事為他人著想 將自己的利益擺到最後 我不知道我這位朋友口中的老闆 有沒有讀過《道德經》的一段說話 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 他就將這段說話發揮得淋漓盡致 他不單是謙虛處事 代人有禮 更加經常為下屬著想 其實這個老闆就好像江海 而下屬就好像百川一樣 每個心都是經常流向他 為他賣命都無所謂的 其實在歷史上 也有很多領導人可以做到善下之 其中一位就是三國時候的劉備 相信大家都聽過了 他為了諸葛亮可以放下身段 三顧草勞去邀請他出山打天下 而最後因為他的誠意 再加上他對諸葛亮言聽計從好尊重他 所以諸葛亮為他鞠躬盡水 死而後而都可以 其實從古到今 我們都可以看到 只要肯為他人著想 放下身段的領導人 都會得到大家的愛大和支持 如果有遇見可以放下身段 在前方的領導人 Remember 夠了 請就讀 知道 你